诗篇第八十八篇 它是一篇个人的哀歌 我们透过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就充满了诗人对神拯救的求告和仰望 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是 一节到二节和十节到十二节 是讲到了他求告神的帮助 同时也看到了 诗人对自己所遭遇的痛苦的描述 就是三节到五节 以及十五节到十八节 然后我们看到在这里面 这个哀歌里面描述了诗人极大的痛苦 但是特别的是 我们看到一般的哀歌 一般都是以颂赞 信心的告白 得胜的那种宣告为结束 但是今天这个诗篇里面 结束没有这样的内容 那似乎好像充满了抑郁的 那种阴暗的 令人窒息的那种 黑暗似的笼罩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看到诗人在他的字里行间里 仍然充满了对神的信靠仰望 即便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他因信仍有指望向耶和华上帝呼求 那这个诗篇呢 盼望这个诗篇呢 给所有在地上 今世 生活当中 持续在长久的试炼和困苦当中的百姓呢 带来极大的安慰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求告求助的部分 这个一节到二节和十节到十二节 这个结构我们也看到了 我在这里面大概标出了 诗人做出了这样的对照 这样的平行 这样的结构 这个结构比较特殊 可能大家头一次见 那即便如此 这种反复的这样的排列 看出了诗人的强调的重点 就是诉说他自己的痛苦 当然他是在向神交托 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诉说 可见这个整个诗篇 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调子也是 给我们一种压抑的感觉 那种充满了痛苦 诗人那种无助的仰望 那种窒息的黑暗 就像诗人自己所告白的一样 盼望这样的告白 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 因为这样特别是在今世 当今的时代 我们所谓的活在这个21世纪 高速发达 科技高速发达 人类文明所谓的 有极大进步的这种城市 现代生活当中 其实有无数这样困苦的心灵 活在现代的沙漠的城市里面 过着一种孤独 又很多无助挣扎痛苦的生活 那首先我们看他第一部分 求告神 一姐到二姐 耶和华求你拯救我 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侧而听我的呼求 第二段 十姐到十二姐 耶和华我天天求告 你看他特别 谈到了这个时间的概念 昼夜 他内心当中带着极大的痛苦 他早晨晚上不住的求告神 第二段说的 我天天在你面前求告你 向你举手 然后甚至我们看到在这里面 他说到了难道死人能 你所行的歧视 死人能看见吗 因为这个不是在质问上帝 这样的告白的意思是 那些已经得到了定论的人 已经死了的人 是没有办法称颂神的 活着的人 或者说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 敬畏神的人 才能够主动的 因为感知了神的恩典去称颂他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诗人在祷告求告神的帮助的时候 他虽然是看似好像跟上帝 在利用一种画法 求神来拯救他 怜悯他 拯救他 因为拯救可能跟神的荣耀关联 为什么 称赞你 诉说你的慈爱 诉说你的信实 被人知道 等等 被知道 什么能看见 都是涉及到神的作为 神的荣耀 神的信实 神的慈爱 能不能够得到回应的问题 言外之意就是说 神啊 你要搭救我 让我好称颂你 因为那些死去的人 那些已经下了阴间的人 他们是没有办法诉说你的荣美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一方面 看似充满了灰暗的祷告当中 诗人在向上帝祈求他的眷顾 拯救 这里面还没有出现 说到他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灾难 什么样的背景 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他向神呼求帮助 求上帝拯救他 好让自己去称颂神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 对上帝的那种信靠 以及对神的国和神的义 神的名和神的荣耀的这种强烈的意识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 三节到五节和十五节到十八节 谈到了他开始诉说自己人生当中的 那个垂死的经历 前面说求你帮助 昼夜呼求侧耳听我 让我的祷告答在你面前 为什么这样求呢 为什么求神拯救呢 三节一开始就说到 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 我心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我的生命 我里面充满了这种痛苦和患难 他用了几个词 我的性命灵机阴间 兵死 兵临死亡 阴间死亡的那个状态 我和算下坑的人同列 就是几近死了 我其实就是像死了的人一样 下坑的人嘛 然后如同无力的人一样 没有帮助啊 我被丢在死人当中 被列在被像被杀的人 躺在坟墓里面一样 那种 虽然我们不晓得他遭遇了怎样的痛苦 怎样的环境 但是他深深的感受到自己如同死亡一样 那种不再被纪念 不再被隔绝 那些被杀的人 他们是不再被你纪念的 与你隔绝的那种非常极大的黑暗和痛苦当中 形容像死亡一样 阴间一样 死亡的人一样 坟墓中一样 然后下半段里面 15节到18节更具体的讲 这种痛苦不只是当下 我自幼就受苦 可见诗人真的是不幸 刷一号不幸 按照我们一般的人来看 他的人生是充满痛苦的 自幼开始就受苦 几乎死亡 令人心痛和窒息 我受你的惊恐 你的烈怒 你的惊吓 你使我 你把我 诗人认为 他所遭遇的都是出于谁 这是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的差别 之前我们也谈到了 有信仰 没有信仰的人认为 这一切都是偶然的 或者说因为别人的 或者是因为自己造成的 都是我的错 或者是我的命不好 要么就自己努力去挣扎 挣扎不了的就认命 就屈服 无奈的去接受 所以他们的世界观呢 要么就背后有某种莫名其妙的 说不清的所谓的宿命 命运来支配的 心里不满意 又没有办法去抵抗 因为谁能抗拒命运呢 那另一种人呢 就是唯物的 自然的 所有的一切跟神没有关系 不存在神 都是遇到了 那就我就努力解决就好了 但是问题很多的事情遇到了 他又无力去解决 在那种重压下受痛苦 所以呢 但是诗人却不同 诗人 他说我所遭遇的 都是你的裂动 你的镜像 你把我 你使我 所以他就认识到了 意识到了 他人生当中 所有遭遇的一切 都是出于神 和上帝有关系 这是对上帝护理 上帝统治的信仰 那这一点和前者 有什么差别呢 前者呢 既然一切都 就是自然而然的 我那人定胜天嘛 我自己努力嘛 什么这个自己拯救自己嘛 然后努力拼 拼不了就认命嘛 就我 就算我命不好吧 等等 那还有一种人是认为宿命 宿命那个就没有办法挣扎了 无奈的只能那么忍受 但是诗人却不同 诗人一方面意识到 他是有神论者 或者说基督教的有神论者 不是那种异教的有神论啊 基督教的有神论 他认为他所遭遇的 他的人生当中 虽然充满了痛苦 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一方面神的掌管 又不同于前面那个命运 好像被动的 无奈的去忍受 不愿意接受 又不得不接受 或者是那种 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 无法征战的时候 只能认命的 这样的情况 诗人是承认神的存在 而这个神又是他的耶和华上帝 守约是慈爱的 我的神啊 耶和华 他就带着盼望 这件事情虽然出于神 这些遭遇虽然出于神 但是他又带着盼望 寻求改变 神啊帮助我 拯救我 我知道这些事情出于你 但是主啊 你帮助我 搭救我 这个看似矛盾 但是就给我们这些人 指出一条非常盼望的路 我们不是那些异教徒 无奈的去接受命运的摆布 不愿意 但是就只能认命 既然命运如此 谁能敢抗拒命运呢 就像有一些基督徒 误解了上帝的计划 或者上帝觉得主权 既然临到了 那我就顺从就好了 虽然心里面不愿意 但是又恐怕表现出来 好像没有信仰的样子 抵挡神的旨意的样子 就不敢在神的面前祷告 诗人却不同 承认这一切都在乎神 但是同时又渴望 在神的面前 将自己的心意成名 求神拯救他 帮助他 你的惊恐 你的烈怒慢过我身 甚是惊慌 把我捡出 终日如水环绕我 就像沉浸在深海当中 约拿的那个精力 他在丢到海里 种水围绕着我 整个生活就充满了痛苦和患难 我们不晓得 这是因为世人个人的罪 应该不是 从小就遭遇这种痛苦 这种灾难 一起来围困我 甚至什么呢 梁鹏密友都被隔离在远处 我们就想到了约伯 还好约伯有三个朋友来看他 来看已经不错了 家已经破产了 儿女已经死了 分明是遭咒诅的样子 所谓的树倒侯顺散 你倒了的时候 那些以前的呼喷勾 有可能早就散腿了 但是约伯还有三个朋友 但是问题是什么 虽然距离上来看他了 但是他们在精神世界 完全没有办法达到沟通 没有人能够理解约伯 因此实际上他内心当中 心理当中是孤独的 妻子陪伴他没有离婚 没有离弃他 但是妻子不理解他 跟他说你死掉得了 你的金钱有什么用 对不对 金钱来金钱去 结果财产一无所有 又被抢又被烧 又被风给吹垮了 儿女都死了等等 你就弃掉你的金钱 死掉得了 然后约伯就说了句狠话 你这个无知的妇人 什么什么的 说了一些不太尊重姐妹的话 抱粗口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诗人呢 良朋密友隔离在远处 这个可以从两方面 一方面是神使 他的亲朋们众叛亲离 远离他 所以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 一个人可能遭遇一点环境的痛苦 还无所谓 但是更可怕的时候 遭遇痛苦的时候 连自己最亲密的人都离气 远离这个是很痛苦的 那另一方面的就是说 他废除了他良朋密友的帮助 或者说 使他的良朋密友他们 无力帮助他 以至于他孤独的 独自的去面对这些 原来朋友们的那种是人脉 那种资源 平时的时候都可以解决问题的 互相帮助 很好的嘛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嘛 但是奇怪的是 上帝使这些良朋都无力帮助他 不管是主观的不愿意的问题 可能就废除了他们 使他们的状况不允许 他们帮助他们 没有办法帮助他 所以这一切都使 诗人独自面对啊 所以我们看到诗人是何等的痛苦 如同瀕临死亡 像在死亡的黑暗的坑当中 遭受着神的愤怒 而且是自幼受苦 整个痛苦围绕着他 漫过他身 如同重水围绕着他 最后我们看 最后这个段落 六节到九节和十三节到十四节 他承认这是上主使他的 你把我放在寄生的坑里 在黑暗中 在深处 你的愤怒中央在我身上 你用一切的波涛围住我 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 这个是这样的 使我为他们所赠武 你看 甚至这里面谈到更可悲的一种情况 就是认识的人远离他 然后甚至那些认识他的人恨自己 众叛亲离 这个是最难承受的 你说身体有点病 痛苦忍一忍就罢了 那种心灵当中痛苦 那种众叛亲离那种痛苦 是非常难煎熬的 特别是想起来 以前关系好的时候 如何如何恩待过他们 结果你自己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遭遇被叛亲 众叛亲离的时候 那个比起肉身和外在环境的痛苦 是更加痛苦的 我被拘困 不得出来 我的眼目因困苦而干别 整个精神状态 整个环境都使使人处在这种极其痛苦的光景当中 耶和华我呼求你 我早晨的晨岛要达到你面前 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 为何也面不顾我 所以一方面看到世人好像在质问上的 这个绝对不是那种质问 但是也表现出了世人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 一方面带着信心 另一方面又坦然的 可以真诚的向神吐露他的心扉 他内心当中困惑 神啊为什么离弃我 不应用我 不看顾我 我现在这么困难 这么痛苦 天天向你呼求 求你不要向我掩面 不听我的声音 求你听我的声音 在长期痛苦当中 又常常祷告当中 又看不到果效当中 但是诗人仍然带着盼望求告神 这个诗篇充满了那种 令人压抑窒息的那种痛苦 如果大家稍微能够体会到 诗人的这种光景的话 可想诗人心里面多么痛苦 环境固然痛苦 但是他心里面他信靠神 但是问题是他长期祷告的时候 上帝又似乎好像不回应他 高峰就在这里 不回应的时候 他仍然向神倾诉 神啊 求你听我祷告 神啊 求你搭救我 求你不要向我掩面 为何顾念我听我的祷告 仍然不失信 虽然带着困惑的同时 又不失去信心 持续地向神呼求 这就是信心啊 信心里面伴随着很久的忍耐 信心有的时候可能祷告了 不一定即刻应答 但是正是在这种盼望和相信当中 持续地去依靠神 周围的环境充满了各样的令人沮丧的痛苦 但是他唯一的安慰和盼望 就是上帝 去早晨 晚上 清晨祷告 天天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 呼求祂的帮助 一般的人 祷告一天两天 祷告一个月两个月 可能就灰心放弃了 总之神也不听我的祷告 我这么求了 祂都不回应 祷告也没什么用 算了吧 任命或者是 就把神丢在一边 我们自己努力去改变 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躺平 不尽自己的本方 那在这种情况下 祂持续地祷告 这就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高峰 即便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着信仍有指望 即便是祷告了 分明神是信使守约的 因为祂知道祂是耶和华 信使守约的神 但是祷告 长久祷告仍然没有改善的时候 祂仍然不住地在神的面前祷告 这就是信仰 这就是信仰 加尔文牧师他谈到基督徒的祷告的时候 他说到这是信心的操练 信心的训练 前面我们学基督教药语 现在不是正在学祷告吗 信心的操练 前面我们谈到了什么 借着信心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 领受在基督里面的好处和丰盛 后面我们又谈到了其中这个好处 有称义 不断更新的生活 然后又谈到了我们说到基督徒的自由 这都是借着信心 靠着基督中宝为我们所换来的恩典和好处 我们被称义 我们可以活出善的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良心的自由 现在又谈到祷告的问题 为什么 这也是靠着信心去支取基督为我们所赚来的 上帝将一切的丰盛藏在基督里面的那些 为着教会所赚得的好处 那这个好处呢 不是自动的就空投给我们 乃是需要用信心去开采 去挖掘 上帝设定了 让我们用信心去领受 而这个信心的表现就是祷告 持续的祷告 特别是我们在今世的时候 将来在永恒里面 我们根本不需要祷告 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沟通 可能已经超越语言了 当然也要有语言 像是起书里面说 主啊 你不为我们深渊要到几时呢 等等 那种语言的沟通 但到了将来呢 那个时候也没有困苦 也没有患难了 你可能不能 也不会跟神说 哎 上帝我家里这个 有什么事什么事 你拜托帮帮忙吗 不需要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制服当中 所以那个时候不需要 什么祷告 求告之类的 但是在今世呢 看不见 因着盼望 因着信 去求告 而且我们在今世的 肉体的软弱当中 试炼当中 试探当中 属灵的争担当中 包括今世的环境 周边生活的艰难当中 正是需要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行 我们知道如何做 但是又没有力量做 所以我们祷告 只取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求他帮助我们 特别像世人遭遇这种患难 他无法理解 但是他仍在神的面前求 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 你在遭遇失恋吗 痛苦吗 有一些事情 长期祷告当中 好像上帝不听你祷告吗 千万不要怀疑上帝对你的爱 他对我们的爱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 盼望将荣耀的灵 上帝将那个荣耀的灵 赐给你们 使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在基督里的恩兆 是何等的荣耀 所要承受的那个基业 是何等的丰盛 并且那个爱 是超过我们所说的 长阔高深 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 是我们无法测夺的 但是即便如此 有的时候我们无法理解 比起寻求神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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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如采取 主啊我虽然不知道 但是主啊 我现在的痛苦 求主帮助 求主拯救我 搭救我 所以求主脱离困难 本身不是罪 也不是没有信心 世人就这样嘛 一方面承认 这一切都是遭遇 都出于你 但另一方面 主啊搭救我 听我祷告 救我脱离这一切 这是一个正常人 不是天使 天使没有肉体 他不会感受到痛苦 但是我们有躯体 有血肉之躯 会有这种精湿 受到情感 或者是身体 各个方面的痛苦 那因此呢 我们遭遇痛苦的时候 我们要向神祷告 持续的祷告 不灰心的祷告 不灰心的祷告 到了神的时候 上帝一定给我们 祂最好的回应 所以在这个祷告 没有回应之前 要持续坚守我们的 对上帝的信号 这个诗篇 它没有以得胜 赞歌为结束 而是诉说自己痛苦 为结束 15节到18节 可见诗人当时 祷告的时候 结果还没出现 但是诗人还是 持续不断地 去信靠神 在神的面前倾诉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超越眼见 虽然我们不可能 脱离现实 但是我们活在现实当中 应该有一个 超现实的认识 这就是信心和盼望的价值 信心和盼望 不只是信金事 盼望金事 因为神的应许是 指向那个最终的 那个得胜 所以我们靠着 那个盼望忍耐 靠着那个信心 去持续地向神祷告 神不会抛弃我们 绝对不会 不顾念我们 言而不见我们 只是按照他的智慧 暂时好像隐藏了 他的恩赐 暂时好像躲避了我们 不回应我们而已 但是我们要坚定地 相信他的应许 和他的信实 持续地向他祷告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 其他的方法吗 道路吗 难道像前两者 我们这说的认命吗 要不然就过一个实践性的 无神论者 管他神听不听 反正我就要 我自己的命运 我要自己改善 当然我们不是否定 我们要努力的 这个方面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诗篇里面作者 还没有结局的时候 圣灵将这段记录 记录下来 其实就是对他 一种加冕 将来给他加冕 我们说现在 其实就已经给他加冕了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着信仍有指望 在看不见好处的时候 仍然信靠神 这种信心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来到神的面前的人 必须信有神 切信他赏赐 在寻求他的人 世人眼见 没有任何的盼望 但是他信神 他知道神应允他的祷告 所以他不断地 在神的面前 寻求他的帮助 那么那位乐意赏赐 寻求他的人的上帝 难道视而不见吗 所以他已经得到赏赐了 到了恰当的时候 上帝一定会 给他适当地称赞 和安慰的 同样今天你和我 我们若不是为了自己的罪 因着自己的贪婪 自己的懒惰 自己的罪恶 偏心挤怒 受苦的话 我们需要 在神的面前 继续祷告 如果我们 因着自己的过犯 受苦的话 那我们需要的是悔改 除此之外 我们要继续在神的面前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大救我们 好那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神的面前 向他倾心吐意 将你的困苦 你的劳苦 你的重担 你的忧虑 你的迷茫 你的彷徨 你身体的软弱 你心灵的软弱 你心中的纠结 向神倾诉 上帝是我们 最亲的至亲 基督是我们的新郎 他迎娶我们做新父 天父是我们慈爱的父 圣灵是我们的宝慧师 三一上帝 他充满了慈爱和信实 大能注视着我们 关注着我们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所以千万不要灰心 这个时间 我们向他倾心吐意 我们这个时间就为自己祷告 为你自己祷告 迫切祷告 然后也为 你将你的重担和忧虑 都谢给神 交托给他 求他帮助 同时也为我们国家祷告 我们国家现在 各种征兆都显明出来了 下岗失业的情况 比起这个人 那个社会的光景 政治经济 国际关系 宗教人权等等 包括人的灵魂的状态 所以求主 怜悯我们这个国家 医治我们这个国家 愿福音在中国兴旺 让更多的灵魂 因着认识上帝 获得真正的盼望和自由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